美國上個星期 發生一起警察過度執法 導致非洲裔男子嫌犯致死案 引發美國各地 明日示威活動不斷升級 甚至已經演變成騷亂 那至今美國至少 已經有40座城市 為此頒布宵禁令 也有5個州份宣布 整個州進入警狀態 那美國總統特朗普 對這起事件的強硬手法 也備受批評 導致他民調下滑 為什麼這一起事件 引發美國各地騷亂 種族歧視是否已經變成了 美國社會的一個 浮出水面的大矛盾 而目前美國騷亂局面 何時才能平息 特朗普尋求連任之路 又會因為這件事件 帶來哪些影響 節目當中 我們會聯繫我們 駐美國記者魏昌 請他為我們帶來 當地最新的第一手信息 在身邊時事評論員 志浩先生和我們做 進一步的分析和解讀 首先我們來了解 這起整個案件的由來 美國的非洲裔男子 George Floyd 弗洛伊德 涉嫌在商店使用假鈔 之後遭白人警員 執法致死 那涉事的商店老闆表示 他以後不會在類似情況下 報警了 但而且他還會向 Floy的葬禮捐款 而Floy的最新驗屍 報告就指出 他是窒息致死 那這起案件觸發 全美的大規模示威騷亂 還沒有平息 有人也不理會 宵禁令是繼續上街 其中紐約市再次有商店 遭破壞搶掠 Floy的家人委託獨立試檢報告稱 Floy的遭警員跪警拘捕時 背部和頸部持續受壓 血液無法流向大腦 窒息死亡 官方也公布最新版試檢報告 指警員向他頸部施壓 導致血液不能流動 心跳呼吸骤停 稱Floy的死於謀殺 案件觸發全美各地的 大規模示威騷亂仍未平息 國民警衛隊一再多個州 部署協助各地執法部門控制局勢 在Floy的案件發生的 明尼蘇達州 明尼阿波利斯市 晚上繼續有大批示威者上街 堵塞多條道路 紐約市1號晚上11點 開始時事宵禁 但騷亂仍未平息 一家百貨公司外 更傳出疑似爆炸巨響 之後街上著火冒煙 多家商店遭到破壞和搶掠 又有人在街上縱火 警方加強部署拘捕多人 市長白思豪表示 不會容忍局勢繼續惡化 決定在2號提早在晚上8點開始 實施宵禁 當地也有大批示威者 不理會宵禁令繼續上街 他們強調是和平示威 不會使用暴力 期間多名示威者被捕 而紐約州水牛城的示威也持續到晚上 警員出動裝甲車和警犬 展開驅餐行動 期間突然有人駕駛汽車 高速衝向警員 至少兩名警員受傷 在首都華盛頓白宮附近的一個公園 不斷傳出巨響 相信是在場的國民警衛隊 正在釋放閃光彈和催淚瓦斯 驅散於公園進行和平集會的示威者 而入夜後 當地實施宵禁 多名示威者被捕 俄勒岡州有大批民眾 不理宵禁令 上街示威 並高喊口號 警方到場釋放催淚瓦斯 驅散示威者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这一期美国非洲裔男嫌犯 遭警察暴力執法致辭案 年日來出發 美國多座城市爆發示威騷乱 事件是發生在5月25日 美國的密尼索達州的 密尼亞波勒市 一名白人警員執法師 用膝蓋頂住了嫌犯的 警部最後導致他窒息死亡 那事件引發全美各地的示威 不少地方的示威活動 更演變成暴力騷亂 那為了控制這個局勢 包括華盛頓特區在內的 全美20多個州份 都出動國民警衛隊 來維持秩序 有至少40座城市 實施宵禁令 此外 根據美聯社的統計 亞利桑納州 德克薩斯州 Georgia州 Missouri州 以及Minnesota州 都已經宣布 整個州進入緊急狀態 那更多的消息我們立刻連線 人就在華盛頓特區的 本台記者魏畅 來告訴我們 他們在美國首都的最新情況 魏畅你好 好的 申陽 魏畅 根據我們的了解 美國白宮外 連日來都有抗議 白人警察暴力執法的示威浪潮 所以魏畅 請你告訴我們 目前DC的示威活動 情況如何 首先我們需要客觀地來看待 這抗議者 在DC的抗議者主要分為三類人 一類是和平的抗議者 他們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 真正地在為這些非裔美國人 尋求和平的權益 這些人屬於和平的抗議者 其中也不乏有白眼 拉丁裔 亞裔美國人 在參加這個遊行 另外還有一批人 是打著抗議的幌子 實在在進行打砸搶的犯罪分子 所以我們也看到 在波特蘭 華盛頓 紐約 這多個城市的奢侈品店被砸 第三就是有一小部分的激進分子 主要目的是在於煽動暴力行為 我們看到31號 1號晚上的這個抗議在 都在持續 在白宮外面是有數千人在抗議 警方多次也是釋放了這個催淚彈 來驅趕示威者 美國國防部的官員也表示 美國正在向這個首都華盛頓 哥倫比亞特區部署現役軍人 規模大概在200到250人左右 來保障首都華盛頓的這個安全 好 非常謝謝衛唱來自DC 為我們做的連線報導 那同樣的話題 我們再請時事評論員 正好為我們做更進步的這個政協 我們看到 剛剛是DC你也都待過 其實我們都在美國待過 其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但種族歧視在這邊生活 都會碰到過 那這一場暴亂讓我想起這個80年代 洛杉磯發生的這個 Rodney King被警察揍 然後結果被空中的直升機給拍下來 結果造成洛杉磯的大暴動 那現在這個暴動基本上或者是這樣騷亂 還不知道第一位暴動沒有 已經蔓延到全美 基本上整個美國都有 這麼多城市甚至有整個州份 都被可以說是封鎖下來 你認為這暴亂這樣一個事件的發生 在種族歧視 美國基本上是像吃家常便飯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這一個事件會讓全美整個焚燒起 對 首先就是你剛才提到 那個洛杉磯的Rodney King 他的那個事件是發生在1992年 這也是在1992年到今天為止 那麼洛杉磯再次地實行宵禁咖啡 咖啡 對 那實際上上一次是在1992年 那也是因為Rodney King 他被警員揍 痛殴 然後居然這些警察是無罪釋放 因此引起了洛杉磯整個全城的一個 一個示威抗議活動 也變成了暴亂 對 關於你的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在美國非洲裔或者少數族裔 那麼會經常地被歧視 這次的原因深層次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相信還是因為白人智商主義 或者是那種種族歧視 在美國沒有得到一個根本的一個解決 這樣的一個歷史已經上百年的歷史了 從這個國內的戰爭到 一開始從這個非洲來販賣黑奴 本來他們的地位就非常之低下 在美國內戰的時候 那麼實際上也是為了解放黑奴 那麼南北方要進行這種戰爭 但是在那樣的一場戰爭當中 也誕生了一個非常臭名焦燭的一個組織 就是三K黨 三K黨雖然現在在法律上它是非法的 但是在美國的全國各地 實際上還有隱形的 所謂的三K黨的成員還在活動 它的官方網站甚至也還沒有被完全的封死 不少人利用各種的一些潛移默化的形式 那麼恢復所謂三K黨的一個活動 而且還有其他的一些組織 種族歧視的一些組織 那麼都在美國都有這種現行 或者是都有這樣的一些活動 所以種族歧視這種結構性的矛盾 結構性的一個問題 在美國完全沒有得到解決 所以時不時的就會因為 白人警察這種過分的暴力的執法 導致少族族也受迫害而產生 或者是引發這種全國性的暴亂 好 我們就來看看在美國歷史上 這麼多的暴斷暴漏 跟種族有關的暴漏 是究竟它整個歷史的變化 那這場示威抗議迅速變成一個 在各地街頭肆意縱火 還有搶掠商店的一場騷亂 那騷亂是始發地勢 讓人想象不到 居然是在美國中西部的 Minnesota州 Minnesota州 這個事態最為嚴重 連加油站都被縱火激烈的程度 令人震驚 然而令人悲傷的情節 原來並不陌生 我們翻看美國二戰後的歷史 因為種族關係而引起的騷亂 就有六次 1962年9月 Mississippi州的騷亂 起因是由一名非洲裔的 退役軍人申請 就讀Mississippi大學 但遭到當地大批 種族隔離主義者的強烈反對 引發騷亂 最後在軍警的鎮壓下平息 而非裔學生得以踏入校園 1967年7月 Detroit底特律爆發 一場大規模的黑人暴亂 起因是當地的警察 逮捕數十名的非洲裔 引起非洲裔围攻警察 最後聯邦政府也鎮壓平息 一年後 1968年4月 Martin Luther King 馬丁路德金演講的時候 遇刺身亡 觸發全美的示威 騷亂 暴力衝突 連首都華盛頓特區都無法倖免 騷亂持續了大約三個月 之後大規模騷亂要到1992年4月底 我們剛提到的洛杉磯爆發的大騷亂 據統計 有58人死亡 1萬多人被捕 還有5000多座的建築物被毀 2013年的佛羅里達州騷亂 和14年是斯比州的騷亂 都是非洲裔在警察執法過程當中 不幸喪生 而引發全國100多座城市 還有民眾抗議示威 有一些地方演變成暴力騷亂 最後就今年5月底 發生在密尼索達的騷亂 那歷史是一面禁止 類似的反警察暴力執法 與反種族歧視的怒火 在全美範圍再次燃燒 連白宮這一次也受到波及 那同樣的話題 我們再請政先 我們做分析 這個政先我們看到 因為這樣的 我們剛剛看到這樣一系列的歷史 但這一次 為什麼在2020年5月6月 發生這樣的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暴亂 一直燒到今天還沒有結束 跟我們當下 我們看到的疫情 當然也少不了 跟誰在坐在美國白宮 這些都有很大的關係吧 一定是這樣 其實這種事件 對少數族裔的這種壓迫歧視 無論發生在哪個年份 它都會引起美國社會的一個不滿 都會引起可能 社會的這樣的一種動盪 甚至於暴亂 只是今年呢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情況 就是確實就像你所說 疫情在美國蔓延 肆虐 然後又社會 社交這個距離又正常的時間 大家躲在這個家裡面 再加上他們生活工作無望 有很多人一下就變得很貧窮 本來這些人的生活就不高 再加上疫情 加上這個食物 各種價格上漲 再加上失業 四千多萬人失業 一時候又遇到了 這樣的一個暴力的事件 那麼一時候就點燃了這種 心裡面的一個怒火 大家都走上街頭 當然剛才我們的這個 前方的記者也說得很清楚 他分了三種人 一種呢就是和平理性地 表達自己的不滿 抗爭 然後為少數 足以名不平 譴責白人的這種暴力執法 但是以和平的方式 以和平的方式 理性的和平的方式 但是還有 就說可能是不明真相 走上了街頭 或者是年輕無知 那麼跟著可能是 採取了一些 過去的一些行為 而第三種就是少數的那些 可能本身就有 過去有過犯罪記錄 或者是趁機 趁火打結 這樣 所以三種不同形態 不同懷有不同目的的人 走上街頭 就會導致這樣的一種失控 最主要的我覺得還是 本身這件事情 它的惡劣性 這種白人警察的 這種過分的 暴力的一個執法 導致一個活 非常鮮活的一個人 就死掉了 那麼這樣的一種憤怒 實際上它是埋在 美國人心目當中的 一個最痛楚的一個傷疤 這個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美國生活都知道 你即便是說黑人這兩個字 其實都要小心 有些人是不能夠接受 當然你在電影裡面 會經常有聽到 或者在街上有時候 甚至於你說 Negro這種詞 都是非常要小心的 因為它是一種 侮辱的歧視性的一個詞 所以在美國本身 種族問題 白人黑人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非常敏感 那如果說你 違法是公然的 草菅人命 蓄謀殺黑人 那就更 得不到社會的一個容忍 所以各種因素架材起來 那麼就導致這次的事件 非常的火爆 非常的混亂 好 多名美國的國會議員回應 非洲裔男子死亡事件 所引發的示威活動 譴責部分的人士 他們的暴力示威行為 一些議員支持總統特朗普 將反法西斯運動 列為恐怖組織 也有議員計劃提案 消除體制內的種族歧視現象 自全美各地 抗議非裔男子死亡事件的遊行 演變成激烈衝突後 多名國會議員 均在支持民眾和平示威的同時 公開批評暴力與不法行為 嚴正表明 焚燒 強烈等行為不可容忍 多名共和黨議員支持總統特朗普 將反法西斯運動列為恐怖組織 也有議員呼籲特朗普引用暴動法 把軍隊派遣到各個城市鎮壓暴亂 而民主黨議員認為 對非裔群體的種族歧視 及不公平待遇 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存在已久 部分民主黨人準備提出法案 計劃改革現有的法律 改進警方的執法手段 最終消除體制內的種族歧視現象 另外 前總統奧巴馬周一也撰文指 席卷全美的示威浪潮 反映了長久以來 警方執法手段得不到改革而引發的負面情緒 但少部分人訴諸暴力 不僅會危及無辜的群眾 破壞原本就資源短缺的社區 還會分散人們對更大訴求的關注 奧巴馬表示 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員 對推動警方及刑事司法系統改革的作用最大 民眾必須在表達訴求的同時 用選票選出能真正推動改革的當權者 鳳凰衛視陳令南華盛頓報導 再過五個月 今年11月3號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眾所周知 特朗普早就開始鋪排他的競選連任之路 不過人算不如天算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打擊之外 特朗普現在還需要面對這場騷亂的考驗 美國大選最新的民調 2020年5月31號 根據華盛頓郵報和美國廣播公司 5月31號公布的最新民調 特朗普的支持率居然是落後拜登 已經多達10個百分點 相差10% 是今年開年的最大差距 根據這一份民調 如果當天就投票的話 那美國已登記選民會有53%投給拜登 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只有43% 那在一定會投票的選民當中 拜登也以51%領先 特朗普的46% 差距整整有5個百分點 那此外 一家國際民調公司 同一天也公布他們的民調 結果在已登記的選民中 拜登支持率有48% 足足領先特朗普的8個百分點 那值得注意的是 有48%的選民認為拜登 誠實值得信賴 特朗普只有35% 而45%的選民認為拜登 有同理心 特朗普只有38% 可見特朗普在個人形象 比拜登是要略遜一籌 更多的消息 我們再次連線 我們在華盛頓特區的 本台記者魏畅 魏畅你好 你好 沈陽 魏畅面對這一場騷亂 那特朗普他對暴力示威者的態度 是相當的強硬 當時有敗 他們有敗 美國的輿論是如何評價的 對 現在的輿論可以分成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美國媒體方面 這個美國媒體方面 我們看到左翼媒體也是抨擊特朗普 特別是在昨天特朗普拿在玫瑰花園講完話之後 他是拿著一本這個聖經到了這個外面 受到危害的這樣一個被焚燒過的 這樣一個教堂在那拍照 但是那個部分呢 在之前是被這個抗議的這些抗議者 是把那塊地方是佔領了的 為了讓特朗普能夠到達那個教堂呢 為執法在那兒的這些警察 是使用了這個催淚瓦彈等等這一系列 讓那些和平的抗議者 也退離了這個白宮的區域 所以現在輿論是非常嘩然 針對這件事情 也對特朗普表示一定的憤怒 但是這件事情就像剛剛我們聽到的 這個國會議員這邊的看法 其實國會議員在很多方面 他們也是支持這個和平的抗議者的 他們並不支持這個暴力分子 其實在美國現在我們看到 共和黨和民主黨分歧 是處於比較大的這樣一個時間階段 但是呢他們都統一這件事情 弗洛伊德這件事情 是一個不正確的事情 只是這兩黨在看待這個事情 就是說該不該進行這個支持反對 抗議這個事情方面有分歧 不過大多數的美國民眾 是支持和平抗議 反對這個暴力執法的 對 衛唱這個民主和共和兩黨 總是在同一件事情上 會有不同的切入點和角度 這個衛唱我們剛剛提到了很多的民調 你剛剛提到很多主流媒體 很多的報紙都說了很多說法 但我們對於四年前也記憶猶新 當時這些主流媒體這些報紙 也都說希拉里贏定了 特朗普輸定了 所以現在對於民調 對於報紙 對於媒體的這些所謂的預測來說 我們都打很多的問號 您認為這一波的騷亂 到底有沒有撼動美國民眾 特別是他那些鐵票倉 對待特朗普在11月3號的支持度 另外還有一個方面 我們需要考慮到的 就是美國現在還處於疫情之中 我們看到昨天新增病例也是21000 前天是23000 所以這個我們看到民眾在進行 這樣子的一個抗議的時候 雖然有戴口罩 但是並沒有保持一個應該有的 這樣的一個社交距離 所以也有很多衛生官員表示 這個非常的擔憂 這個新冠肺炎疫情或在兩週之後 看到另外一個上升 急速上升的這樣一個現象 然而疫情又和經濟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看到之前高盛的一個報告 預測到美國的經濟 在新冠肺炎最大的影響 或導致美國經濟失業率達到25% 那麼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搖擺州 那麼比如說佛羅里達州 它是十分的需要足夠的旅遊 這樣一個旅遊勝地 那麼疫情就導致旅遊變少 那麼佛羅里達這樣一個重要的 搖擺州的經濟就會受到一定的打擊 那搖擺州的經濟受到打擊的時候 那麼對於總統的看法 肯定也會有一定的改變 包括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搖擺州 我們也看到比如說像賓夕法尼亞州 同樣也是面臨這樣的一個挑戰 我們還可以看到就是 包括是這個藍色的這些州 他們的這個對於特朗普的看法 肯定在這次的事件之中 是再次被激化的 好 非常謝謝 衛唱來自華府 為我們做的連線報導 這個陣線藍色 紅色 我已經不記得到底哪一個 這個是代表共和黨 代表民主黨 你可以幫我跟我說一下 但是就如剛剛衛唱所說的 這一次的事件 包括疫情的疊加的效應 已經讓一些很多 過去搖擺州 可能在四年前投給特朗普的州份 在下一次的這個11月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出現一些變化 但這個變化足不足以 撼動特朗普的連任的選情 然後我們也想想 剛剛也提到這場暴動 最主要能夠爆發有幾個原因 其中還有一個原因 我們剛剛沒提到 就是一個口號 剛剛我們畫面當中看到 Black Lives Matter 這個非洲裔黑人的命也是命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死者他死的時候 他就說 I can't breathe 我沒有辦法呼吸 反應的不光是 他的身體健康的問題 而且反映出了 現在一個美國人的態度 對 沒錯 這兩個口號應該說是 非常有力 特別是I can't breathe 那說明的就是 包括黑人在內的少數族裔 他們已經受夠了 已經長期的受到這種種族歧視 呼不下去了 白容之上這種壓榨 呼不下去了 透不過氣來 透不過氣來 所以它成為一個政治上的 一個口號 一個標語 至於說 美國總統的選情 五個月以後的選情 到底怎麼樣 誰也很難去判斷 但是有一點我想說 就是如果說 在當前的這種條件下 這種狀況下 特朗普居然還能夠 成功連任的話 應該說是一個奇蹟 怎麼說呢 就是說實際上呢 他的選情 他的選舉的這個坦途 非常的坎坷 應該說呢 經濟 疫情 騷亂 都對他帶來了 非常不利的影響 他怎麼樣 在五個月的時間裡面 來處理這些事情 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一個任務 幾乎是一個 不可能完成的一個任務 特別是這個疫情 到目前為止 你看 還在增加 每天都是上萬的確診病例 那麼這樣的話呢 對於美國的經濟的復甦 重啟都帶來了很多的一些挑戰 而這個星期五 勞工部會宣布新一輪的 新一波的這個 失業率 對啊 非農業人口的 這個領取救濟金的失業率 這個人口 估計還會增加 一定會增加 那麼再加上幾輪的政府的 這種所謂的一個 刺激性的方案 到目前為止 實際上石沉大海 也沒有對整個的經濟 帶來多大的一個效果 而未來一段時間 恐怕美國的 無論是聯儲局 財政部 還會要花很大的力氣 來挽救這樣一個經濟 但是你五個月的時間 能夠真正的 把美國的經濟 浮上正軌 解決這麼龐大的一個就業 失業打軍的問題嗎 很難 疫情是一方面 而這場動亂 持續多長時間 大家不知道 也有可能 會再持續一個月 兩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 你要知道今天早上 當地時間 禮拜一的早上 特朗普的那一份 所謂的一個聲明 對吧 那麼它實際上 在製造新的矛盾 在挑撥不同族裔之間的 這樣的一個更大的分歧 遭到了很多人的社會 輿論的一個公然的 這樣的一種抨擊 如果解決不了 就乾脆就別解決 然後一直讓到五個月之後 就別選舉 別投票不是更好 所以這個Floyd 他之此所引發的騷亂 蔓延到全美數十座城市 種族問題 貧富差距 社會不公等等問題 全部湧現檯面上 那這個事件 真的是猶如星星之火 點燃了美國社會的多重顽疾 那這個被火與怒 籠罩的國度 何時能夠重歸平靜 我們會繼續 持續為您關注